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3月29日星期天 您现在看到的是大洋新闻频道的中国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的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今天主要是快速的来关注 已经改换了国籍 已经变成所谓的外国人的华裔 或者所谓的华人 他们正在想办法进入到中国 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偷渡 先看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 那就是在3月26日 透过中国外交部以及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公告 从2020年3月28日的零时起 中国就暂停了持有效中国签证 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 这个政策被一些西方媒体简单的就称作概括为 封国 那么封国的目标群体毫无疑问就包括 已经改换了国籍的海外的华裔 或者说海外的华人等等 那么事实上从3月28日晚上开始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社交平台 以及相关的群组上就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所谓的消息 就比如说泉州出现了国外偷渡入境事件等等 这样的一些防控疫情的新的风险点出现了相关的帖子 那么首先第一个泉州目前有没有说偷渡入境的具体的人员 或者说相关的案件呢 那么根据3月29日中国大陆媒体的报道 在泉州就目前还没有 但是当地已经严防死守 3月28日 泉州市公安局里程分局就发布了一份文告通告 标题是关于严密防范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的通告 其中就言之凿凿说对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偷越国边境 及相关组织运送偷渡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 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呢 比较多 那么其中有一条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现在根据泉州市下属的一些县所发布的通告 就明确的写明了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 按照中国的刑法第318条的规定 除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情节特别严重的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那么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偷越国边境 或者明知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 予以组织运送偷越国边境的 都适用刑法的第318条的规定 如果还构成其他犯罪的 就依照恕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那么简单的说 无论是你个人的偷渡 还是说组织偷渡 都有可能面临判罚无期徒刑的 这样的一个惩处 目前泉州市公安局里程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3月29日接受中国大陆媒体的采访时 就表示透过海上偷渡的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截至3月29日就还没有接到相关的举报 那么泉州目前就还没有发现 所谓的偷渡回国的这样的海外的华人的案例 或者是说外国人的案例 但是在广西就已经出现了 在3月17日左右 13名外籍人员就沿着山脉攀爬 非法越境就进入了广西 壮族自治区摆设市的摆南乡 那么当场就被边境管理部门依法遣返了 这次消息最早就由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3月29日进行了披露 那么在最早的报道之中 就没有提到这13名外国人爬山 非法入境中国 这13名外国人是不是所谓的华人 那么他们是不是持越南国籍的华人 华裔消息完全没有提到 综合来看 虽然中国过往防抗疫情的措施 备受批评和质疑 但总的来说 因为中国的疫情开始的早 相关的措施 目前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总体而言 中国的疫情确实是得到了有效的防控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 相关的传染已经被有效的阻断 所以一个合理的猜想就是 在中国的一些边境口岸的城市 有一些邻近国家的华裔华人 在想方设法进入到中国来躲避 他们移出国的一些疫情 应该说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前面刚才提到的 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 发布的公告 中国方面是有可能出于紧急人道主义需要 而让外国人进入到中国的 那么躲避当地疫情的这样的一些华裔华人 他们能不能获得这样的人道主义的帮助呢 接下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中国相关方面会不会展现出这样的宽容 展现出这样的担当 当然可以想见中国政府面临到的尴尬就是 如果开了一个这样的先例 那么所有的边境口岸的城市 恐怕都不得不考虑基于紧急人道主义 需要来对海外的华人华裔提供这样的便利 让他们在疫情期间回到中国 特别是中国的一尊 您现在看到的习近平先生 他在3月27日还特别强调 当前的疫情防控的策略重点 就要放在所谓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上 那么外防输入为经济重启交投烂额 同时又还要忙着两会的筹备的习近平 他会有这样的同理心吗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我是大洋新闻频道的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您的评论订阅点赞和转发 如果您行有余力 也欢迎对我进行打赏 来支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